王小明会考虑娶秦岚吗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随着秦岚的年龄越来越大了 他要是再不想办法嫁出去 恐怕往后的日子里面 再也别想找到合适的男生了 但与此同时 大家还记得王小明吗 没错 就是那个曾经和秦岚交往过 后来娶了杨颖又离婚的王小明 如今双方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 但双方依然是单身状态 那么问题就来了 王小明会考虑和秦岚在一起吗 有人可能会说了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当初王小明和杨颖的事情闹得那么轰动 估计秦岚多多少少是知道一些的 可他们两个后来离婚了 如今的王小明就是彻头彻尾的二婚头 更何况还有一个孩子 难道秦岚会傻得跑去给人家杨颖的孩子当后妈 别的事情可以亲理亲为 但生孩子这件事情 估计秦岚还是会考虑一下亲自前来的 再说了 王小明和秦岚之间 可并不是没有可能在一起的 当初 记得是19年前的2004年 当时的王小明和秦岚 都是属于那种刚出道的艺人 两人在拍摄电视剧龙票的时候 银系深情在一起了 原本当时的外界极其看好这段感情 甚至有人都开始传他们要领政结婚了 可结果 两人的这段感情却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 就翘而下线了 为什么王小明不会考虑秦岚 如今一晃十多年都过去了 王小明在经历了一段感情之后 或许也对感情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而秦岚也年龄大了 对感情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 两人这时候会不会重新走到一起呢 要说这个情况的话 我认为就不得不考虑一件事情 那便是主动权在谁的手里 有人可能会说 这还不简单吗 肯定是在秦岚手里了 我看还真的不一定 因为现接动的王小明 早就不是当年04年那会儿他了 如今的他随着不断的发展 事业早就是花枝招展了 说白点 现在的王小明完全可以找个二十出头的女神 甚至言之 不比秦岚差到哪里去都是有可能的 这就足以说明就算王小明离了婚 人家依然牢牢占据了主动权 因为女生是不介意男生的婚事 只要这个男生条件足够好就行了 而反观现在的秦岚 可以说秦岚的情况可一点都不好 大林圣女这个标签 足够让他很难再找到什么合适的对象了 这也让我奇怪当初 他怎么会聚集为那婚子求婚 但转念一想 我也觉得很和谐和礼 毕竟对于秦岚而言 年龄越大的女生反而是越难搞定的 不计王小明也不会傻到 找个祖宗来个人自己吧 大家都没有那么傻 走 走